今天是我家这些成年的蛇进入动画的日子 这条蛇非常特殊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给你们解释一下动画是为了啥 就是把蛇放进一个 把成年的蛇放进一个逐渐降低温度的环境 然后待一段时间不吃不喝 在逐渐升稳之后能促进它发行 然后繁殖 而这条蛇在前年就应该动画了 它前年它就成年了 为什么到现在一直没有繁殖过呢 主要是因为 这货每次动画前都拉肚子 拉得不可开脚 拉得石破天井 拉得山崩地裂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我每回看它拉的扁扁 我都一次银河落九天的 一个拉肚子的蛇进入动画的环境 是非常容易就挂的 所以说它就没动画 它成年的第一年没动画 因为拉肚子 成年第二年没动画 因为拉肚子 第二年拉得还狠 差点给拉死了 今年是第三年 谢谢大姐 不拉之恩 老弟给你磕两个 谢谢大姐 今年我打算让他 跟他配下了 你看就这体色就啪啪 俩人一合体 那苗子贼把变态红啊 你呢就负责今年变拉肚子就行啊 你呢就负责来年就是 好好干活 给我整窝蛇出来 谢谢大姐不拉之恩啊 感谢 这家狼才女帽子 真好 蛤 感谢观看